杨成林昨日在河南郑州举办演唱会时 因为脱口说出河南人爱骗人引起外接踏伐 尽管事后他赶紧道歉 忍止不住网友的怒火 纷纷扬言抵制他 而杨成林即将在23日在北京开场 演唱会也将照常举行 他的工作室安利在演唱会前发起正文活动 并写下期待星星们用最高涨的热情温暖北京的冬夜 而这次北京场也会是他在失言后的首次露面 引起众人关注 另外中国甘肃省发生规模6.2级强症 造成不少人伤亡 李荣浩工作室在19日就发出汇款证明 捐出了50万元人民币 并署名李荣浩杨成林夫妇 夫妻两位心送暖的举动被一票粉丝大赞 心善的陈浩夫妇 我就知道他会 他们会 有爱的事情绝不迟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